午餐之後下午的議程就正式開始 那今天下午1點開始第一場 我們是要來談這個維基媒體基金會 從2020年開始 2021年開始開放申請的一個 新的一個全新的補助的系統 叫做這個聯盟補助 那今年我們台灣剛好有三個團隊 有獲得補助這樣 那今天剛好這三個團隊也沒有其中兩個 來到我們今天的現場 那我們也就邀請他們 來跟我們分享說目前這個 聯盟補助執行上面的一個 心得 階段性的心得這樣子 好 那今天我是這場的主持人 我是文悅 那我在去年是當 台灣維基媒體協會的秘書長 那我也是協助第一次維基聯盟補助的針見跟宣傳 那今天的語團人在我的 對 就是 我的 呃就是 右邊 右邊這一位是那個Dennis Dennis 大家好 然後另外一位是這個 新樂園藝術空間的補助案的代表 國庫友 對啊 好來 哈哈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不是應該正經一點 對啊正經一點啊 等一下有 才有勁爆的東西可以講 欸這是正經的耶 把笑容拿到那裡 是喔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了耶 這是有播出去的耶 全球放送的耶 好 好 那首先 我先來跟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什麼是維基媒體聯盟補助喔 那這個補助是從 呃 2020年開始 就是維基就已經有在 維基媒體基金會在規劃的 新的一個補助架構 那在2021年正式公佈喔 他們調整了整個 呃 維基媒體基金會全球的這個補助結構 改成三大項的這個補助喔 分別是Wikimedia Community Fund 然後Wikimedia Audience Fund 跟Wikimedia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Fund 主要是這三大類喔 但是 呃 這邊也平心而論喔 就是 雖然 他們很努力的整合了 很多的補助整合成的這三大類 但是 在2021年公佈了這三大類的補助之後 他們又公佈了新的 不同類別的補助 所以 本來是想說 要整合這些類別 變成三大類 但後來又有其他的 不同的補助 可以去申請 這個只是一個題外話 那 簡單來講就是說 呃 2020年 這個 Wikimedia Foundation喔 在美國的維基媒體基金會喔 他們陸續開始做這個 維基媒體計畫補助的那個 補助策略的討論會跟調整 那 2021年末 大概是第三季第四季喔 正式調整成這個 維基媒體社群補助 維基媒體聯盟補助 以及維基媒體研究與科技補助 這三大分享 那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聊的是這個 Wikimedia Alliance Fund 就是維基媒體聯盟補助 那它主要還是分 它主要還分成兩大類喔 一大類是Rapid Fund 快速補助喔 快速補助就是小額快速喔 當然 那 也必須跟他講喔 那個你如果去看現在 申請的表單喔 好像Rapid 沒有什麼人申請Rapid喔 就沒有什麼人申請快速補助 那另外一個就是一般補助 那一般補助是 一年收件兩次 那在第一屆 在第一屆 是在2021年12月跟2022年2月有 兩次的收件 那它的規定是這樣 就是你如果在第一年 投了第一次補助 你就不可以投第二次 但是你可以投第二年的 就是你一年不可以重複 投兩次就對了 那 在一般的 在一般補助裡面 它單 就是它單筆的那個 補助最高可以補助到 10萬美金 那 它這個補助跟原本的 維基的補助 有什麼差別呢 就是這個補助算是在 在這個補助出現之前 維基媒體基金會它在 在 規劃這個補助的分配的時候 通常都是規劃 劃分給這個 維基媒體社群 或是維基媒體的一些 所謂維基媒體自治體 就是我們講的 User Group用戶組 或是Chapter分會 那在這個聯盟補助出現之後 就開始出現 它的受補對象 它不是以 維基社群 不是以 維基媒體自治體 為主的一個補助對象 而是改成補助 非維基媒體社群 或是 維基 就是維基媒體社群的 合作單位 也就是說假設今天 社群跟學校合作 過去的做法都是 補助款是補助給社群 然後由社群去推動一些事物 那現在變成是 社群跟學校媒合之後 由學校這邊去申請補助 直接補助給學校 那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說 可以開發更多的新的編輯參與者 跟更多的社群的連結性 那稍微 簡單 等一下 好像少了幾頁 很好 沒關係 那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目前在 全球 就是兩次的補助裡面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在第一次補助 總共補助的8件 那在這8件裡面 台灣總共佔了3件 比例非常高 然後第二次補助補助了 好像是12件還是13 詳細數字我不太確定 但我們就第二次就 台灣就獲補零件 那台灣的總共的投件次數是 第一次加第二次加起來 我們總共投了4件 然後成功3件失敗1件 那至於為什麼成功跟為什麼失敗 大家都可以去 Wikimedia Alliance Founder的 網站上面 的頁面上面去做搜尋 上面都有講說 貨補的理由 跟不獲補助的理由 好殘酷喔 好 那 那 接下來就先由 大瑞琳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這一次OpenStreetMap 社群跟那個 維基媒體基金會 申請的聯盟補助的補助的 內容跟工作的項目 OK 我們是用OpenStreetMap 台灣社群的那個 身份去申請的 儘管說其實很多OpenStreetMap 台灣的社群成員 其實跟編維基 跟Wikidata的人 是有重疊的 那 OpenStreetMap是一個開放送權 共同編輯一個線上 線上的世界地圖 那我們 就是 我們 是執行六次的 實力的踏場 所以我們做法化是 就是去買 360相機 還有就是車架這部分 然後會有六次就是出遊的時間 然後每一次都會把那些 車架 就是把360相機架在車子上 然後 我們就一邊出遊 一邊拍路上一些景點 或者是一些道路的狀況那樣子 那等到就是出遊完之後 我們會把相片都上去 360相片上傳上去 然後會再辦一次 隔個月就會再辦一次的工作坊 所以我們會是一次的實際踏場 然後隔月就一次的工作坊 這樣交替進行 然後從 3月的時候到隔年的2月這樣進行 我們進行兩次踏場跟三次的工作坊 那下次的踏場會是下禮拜天的這樣一整天 然後打算就是在桃園一帶去踏場這樣子 可能就是從台北這邊出發 然後沿著那個神道 縣道 區道那邊 然後去往桃園的海濱 可能就海湖啊 或者是遠一點可能到新屋之類的 這樣去進行 那 可能大家會問說 為什麼要360相機 那主要就是360相機的那個鏡頭 是可以就是 如同它的名字啊 就可以錄製360度的那個影像 如果是用手機 或是運動相機的話 就只能照一個方向啦 那這邊是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是新樂園這邊 然後我們這個是用新樂園藝術空間的這個單位 然後原本提案主要是 你要你要有一個角度 欸 對 我們原本提案是要建Wikibase 也就是Wikidata的它的基礎 但是我們要計畫說 專門為替代空間 台灣的替代空間跟藝術史 這部分建一個Wikibase 那 對於新樂園藝術空間來說是這個目的 那對於那個 就是我們是跟Wikidata台灣合作 那因為我們討論後發現 Wikidata台灣在過去 主要在經營在Wikidata這一塊 但是在Wikibase 這個東西上我們一直都沒有碰到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想說 彼此互利啦 就是我們有資料庫 那文藥的Wikidata這邊可以學到 或者至少有實際碰過Wikibase的這個 建制的流程 然後之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其他單位 例如學校 或者其他不同領域的人 想要建Wikibase的時候 Wikidata社群這邊可以提供協助這樣 他被迫把它拆成兩頁這樣 反正就差不多剛才這樣嘛 然後我們已經辦了市場工作坊 那之後Costcard之後還會有良產 然後可以看新樂園的那個臉書這樣 其他的其實都差不多 剛剛有講 好 那 稍微先再繼續分享一下就是 為什麼今天會有這樣講座 就是因為等一下會跟兩位稍微聊一下 就是中間申請的一些心得跟感想 但這邊也再跟大家補充一下就是 在剛剛的前幾頁也沒有提到 就是我們下一次這個 維基媒體聯盟補助的下一次收件 其實就是今年的9月跟明年的3月 那其實這個補助 目前我們也都是非常的 歡迎就是 不同的單位 只要你有用到維基媒體計畫 其實任何一個計畫 包含Wikidata Wikipedia等等的 甚至在像以街警調查團來講 他是 實際上他是 以街警或OSM為主 但是後續有把相關的資料 上傳到Wikimedia Commons 跟Wikidata 這應該是場地最大的缺點 對 他的那個上下課 終身還是照常 這終身真的很大聲 好 好 那在 呃 就是這個補助 目前都是很歡迎大家去 呃 投劍 那 呃 以目前台灣這邊的過省率也是蠻高的 就是4件 然後只有4百 其實過省率75%算非常高 那 都非常歡迎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那 呃 接下來就是先來 呃 問一下兩位這個申請者 這個 呃一些 在申請上面的流程 跟那個 呃 跟一些那個想法 那首先就先問一下就是 呃 這份申請報告怎麼去撰寫 然後要 投稿給誰 然後要在哪裡投稿 對 那我先說一下 OpenStreetMath台灣這邊的情況 那 第一個問題的話就是 如何撰寫申請報告 那 其實維基媒體基因會 它其實有相當多的IT工程師 啊 所以它的那個 申請案子的那個 它有一個獨立的網 叫 Flux 這個網站 然後其實相當的難用啦 對 它就即便是審查人員也是會承認這件事情的 然後叫我們就是說 有些眉角要去特別注意 就是要時常的存檔 或幹嘛的 其實跟我們用一些官方網站 其實那些 官府人會想同樣的話是 一樣的情形啦 那 它會問一些比較就是基本資料 你這個團體是不是立案啊 或是非立案的這樣子 然後比較重要的話就是 財務多托管這塊啦 因為它可能會希望說就是有個 法人機構呢去管理你的錢這樣子 要不然就是你自己要的帳號 然後這帳號最好就是 資金的出入比較單純一點 就方便去做一些追蹤這樣子 所以就是財務這方面 會是這兩種情形啦 在OpenStreet台灣的話是找那個 台灣的維基媒體分會 去托管那個財務啦 那這部分的話會有這個 百分之十五的那個托管費用 是由那個 那個台灣維基媒體分會去進行的 那他們會提供一些行政的支援啊 比方說一些 每一次活動那些出帳什麼的 或是那個單據領據的報銷什麼的 都會讓他們進行 然後確保說這整個那個 這個專案的過程 那個前的那個收支是OK 然後就是都有列出來 然後符合台灣這一些 監管相關的規定 然後也可以跟那個基金會那邊報銷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就是 剛提到系統會要你填一些基本資料 就申請人的資料 然後你是代表什麼團體的 然後再來就是他 可能就問你一些動機相關的一些事情啦 比方說為什麼要申請這AlienFound 那也會問你說過往的你的那個 一些相關的經驗 有沒有做過相關的一些 然後一些補助去執行的專案啊 那以OpenStreet台灣的情形的話 就是有進行一些 就是大概 金錢規模比較沒有那麼大的一些專案啊 像是OpenData Day的部分 是跟Wikidata台灣一起來聯合進行的 那這個錢的話大概就是 一千以內 對一千美金以內嘛對不對 對 這算小規模的部分 那像 我們這次聯盟補助是申請到 就是30多萬的台幣啦 所以那個金錢規模 就是比較大的部分 那他也會去指引你這方面的部分 那你就知道好好到 就是後面會有一些回應的部分 就說明你怎麼去監管之前啊 然後也會說就是 因為我要買設備嘛 那就會 我們就是列預算的時候 要列出設備的費用多少 然後人事支出是怎麼去列這樣子 像我們就可能就是 就是每一次的工作坊會跟PM去負責的 那這人事費就是請他去做這些事情的 然後開車部分駕駛也有補助啦 駕駛補助啊 還有租車的費用就是 都有列出這些收製的項目啦 再來的話就是 OK繼續講Flux的部分啊 就是它其實相當難用了 然後又 然後提醒大家就是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就是不要等到最後一刻去把它寫完 因為你會面臨一些就是 它跟台灣那個補助申請的那個寫作邏輯是不一樣的 你要去先適應它那個一些邏輯去寫啦 因為它是把這些要問你問題或拆分成表格的方式去進行的 那就是依序填達 那台灣的補助申請會比較偏作文比賽這種情形的 就是你就是說你就把那個W1H寫出來基本上就OK了 但是它在那個Flux的這個系統的部分是 拆解到就是用問題 就是一個一個細項問題去做 舉一個例子來說就是它可能問你說 New Engagement 的那個人數之類的 比方說你可能就是辦了六場的工作坊加六場的 六場的實地考察 你預計會有多少新參與的 它不只是問你參與者還會問你新參與者 就它一個metric就是新的那個比重多少 那再來就是他們是維基媒體基因會啦 那你會注重說你在維基百科這邊 或是wikidata這些維基媒體的計畫中 新增加的內容 那Cocuo你這邊有什麼補充 那個Flux真的 因為以前維基的就是申請補助都是用meta wiki吧 然後最有趣的是Flux填完以後 它還會另外再幫你建一個meta wiki的頁面 就是它還是有一套老系統 然後可能他們要統管方便啊 其實我也不太確定 那我覺得 因為就像大約也講的 就是寫思考邏輯真的跟台灣的補助方式不一樣 然後其實我們那時候其實也遇到一點trouble 因為藝文界的補助更多感化 然後另外有個 錢的部分我覺得可以提的就是它相較於過去的補助 過去其實基金會對於一個計畫申請補助的人士費 其實是有控制到好像不能超過幾成吧 三成還是多少 但是這是我們這邊補助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稍微超過 就是可以協商 但是它還是我覺得要申請的時候 大家要知道外國人的邏輯 就是說例如說它會思考說你這個案子的錢到底 例如說你是辦職的 或者你大概預估這個工作會花你一個月多少時間這樣算你錢 因為這個對我們藝術圈來說其實有點怪 因為我們藝術圈就是你拿多少錢 我們就把事情做到滿 然後他就覺得那時候我們都沒寫我們的錢 然後那個基金會那邊就說你們也可以寫你們的錢啊 那我們就直接抱全心 他說不行不行你們這樣太多了 有點要習慣一下彼此之間不同的文化上的差別啦 那我覺得有一個可以先抱怨的是 其實因為像我們來說 我們那時候會覺得說因為我們就是很明確 建Wikibase嘛 那可能會整理資料什麼的 然後所以就沒有特別寫說我們要輸入 就是我們的整個計畫的主著其實就是建Wikibase 然後去養那個福石這個社群 但是遇到那個Wikidata 就剛才大瑞人講的參與人數 參與人數還要寫我就會說 預計辦工作方有幾個人這還好 但是要多少編輯次數 因為我又不太確 我們可能會教大家說什麼寫Wikidata 但是那個不是我們重點啊 但是在那個填表格式中就好像變成是 我一定要申訴一個編輯次數 這這某個讓我們覺得是 因為以前其實 以前基金會的補助都有這套邏輯 所以這在聯盟補助的時候延續這個邏輯這樣 應該要聽到刺激的問題了 就是阿慧的狀況 我先補充一下就是關於剛剛提到那個 人員全新半新的部分 就是其實那個回饋意見我也有聽到 就是其實基金會他們會設想一個狀況就是說 因為他們會設想說 這個補助案是合作單位提出的補助案 所以他們會認為說提這個案子的人 他可能原本在這一個合作單位裡面 可能像這間學校或這一個單位裡面 本來就是有有幾星的工作 所以他們就會想像說 你直接在這邊報一個全新的人員 他們會覺得不太合理 所以他們就質疑說 所以這個人真的是在這個案子內 全新都在 就是全新都在做這一個事情嗎 如果是的話當然他們就會 就是如果你提供一個答案說 是就是這樣 就是我找這個人來 全新給他就是因為他全新都在做這件事情 那他們就會 他們當然就會覺得說 喔好那可以給他全新 但如果說這個人並不是 那基金會就會覺得說 那應該只能合給半新或是 所以現在是上課的意思 就是請睡覺的人起來吧 對對對 好 那我覺得在剛剛提到的就是 喔因為我自己也有用過Flux那系統 喔那系統真的是 呃 我要抱怨的東西是他字很小 你知道嗎 他字真的很小 然後他真的是所有字都擠在一起 就是眼睛不好的人看真的很痛苦 然後 然後就 然後 他也是會 他有中文 但他的中文都是自動翻譯 而且他的那個自動翻譯是改不掉 就是你不能自己手動去把它翻譯完 然後跟他講說 你可以改成這種翻譯 不行 他整個系統都歇實 就是你如果切成中文 他就全部都是 積翻 我不知道是不是Google翻譯 我記得好像不是 但就是他就全部都積翻成 成中文 然後就變成說你在讀一個很 讀一個那個 申請書 然後他裡面的中文是很別角的中文 這樣子 或是他會翻譯一些奇怪的東西 然後就變成說你被迫還是要看 英文的申請書 再寫這份文件 這樣子 但 其實 可是其實基金會他們有給我們一個 他其實有幫 他另外開了Google文件 然後把Flux的所有的問題 貼在那個Google文件上 然後再請人翻譯 所以他其實有給了很多Google 例如葡萄牙語的Google問題 然後那個中文的問題 其實你可以照Google文件的那個問題先填 然後之後再塞到Flux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基金會不要Flux的時候就可以有中文 就他已經找人翻譯了 然後系統也都一樣 就是這個選項是翻譯成中文都有了 但是他就不要多做那個工人 然後寧願做個Flux 那個基金會如果有在看啊 那個拜託一下 對 那個 不過 順帶一題先接連回答第二題的後面就是 申請要不要寫英文 我可以跟你們講一件事 就是 新樂園也是寫中文 對 就是在第一期的三個案子裡面 只有OSN寫英文吧 只有OSN那個案子是寫英文 那個新樂園跟另外一個那個 陳大的案子都是寫中文送進去的 所以送中文是沒有問題 但就是 他們就是會請人幫你們處理好翻譯這樣 但如果說你們擔心人家翻譯翻得不好 你們還是可以自己寫一個英文之類的 對 刺激了 那 審查會議的狀況 對對對 我們這邊其實都很和平的 就是書面 我有書面 那我就回答完之後 基本上 就是 進到那個視訊會議的時候 基本上都很peace的 就只是 有認識一些人 就是say hello這樣子 因為有一個就是東南亞區這邊 有一個有名維基人叫Burge的 江大的和平 但是好像 心樂園那邊比較不是這樣 我們 欸其實我們也還好啦 但 我先講 因為其實我們是用中文 然後 協會 基金會那邊有請就是口譯這樣 所以 稍微 就是講 然後 喂 要稍微 時間差 然後 你都沒有掌握好他那個角度 喂 喂 然後我們要 要請 就稍微 很煩欸 他怎樣 我們直接夠上去 喂 然後我們就要上去請 就是 口譯的稍微有個間隔 要等 等人家翻譯完 那其實就 這樣 那我們 問的時候 其實 就是他就一樣 就是問你說 你們這個案子怎樣 但是我 我剛才講到我們這個案子 要做Wikibase 可是我越聽越覺得奇怪的是 他們怎麼一直問我Wikidata 然後我就心裡想不妙了 因為 因為他們就開始問我們說 你們怎麼 沒有編輯次數 就是編輯次數可不可以給啊 就是很友善 但是你就可以知道 他其實沒有Gate到 我們的點字 他其實有些預設立場了 就是他想要編輯次數多 然後我們預設的立場是 我們想要做Wikibase 那編輯次數 我們當然可以給啊 但是沒必要 那不是我們的計畫重點 然後所以我們就覺得 有這個 GAP的落差 最難應付的審查意見那樣子 也不是最難應付就是 認知差距啦 應該要這樣子 你就會覺得 他們 因為剛才聽到我約有講 這個是給 講分一點 社群補助嘛對不對 就是跟社群補助不一樣 他是要給外面的單位申請 他希望給不同的危機以外的單位申請 結果他的標準是 請問你編輯次多少 你工作坊有多少人 然後假設 好吧如果你是個美術館好了 然後你想要提一個比較 很刺激的案子 例如說我們要辦個危機的雙年展 然後整個美術館給你用 但是用危機的材料 然後你進到那個審查委員會 他會問你說 你要開幾個工作坊 然後你要 有多少人會參與 然後你會捐贈多少個檔案嗎 可是對於你的單位 對於你這個外面的單位來說 他其實 那個不是重點 那個是我們開放就開放啊 沒差啊 但是我們自己要的東西 不是這個 所以我 表面上好像是不同領域的交流 但我覺得 聯盟補助在審查這塊的時候 好像是有點沒有get到 反而有點回到以前的 社群補助的狀態 當然因為危機以前的社群補助 就是很強調多元嘛 就是說 嘗試啊 例如說接觸不同單位 讓他們捐贈檔案 或者開放更多資料這樣 但是聯盟補助卻還是做一樣的事 我就覺得怪怪的 來講一下 是那個審查結構這部分 就是 有 維基基因會正職是那個 grants的那個programmer 這部分的 那我們這區 東南亞區的話 是Jakarin 負責的這樣子 那其他就是 我們其他視訊會 會出席那些 除口譯之外 就是ESP 區域的那個審查委員會 那他們通常都維基人出身的 所以可能才會形成就是說 他們一直很關注 編輯次數啊 或新的維基編輯的那個 比例之類的這種問題 那這可能對一些新的團體 或是周邊團體來講 他不是很容易可以拿出這些數據的 然後 然後 我還有 因為我們是做Wikibase 那Wikibase其實是德國 協會 分會那邊特別推的 因為 德國分會特別 就提 跟基金會 合手 聯手做Wikidata這個案子 那Wikibase就 因為他是基礎技術 所以他要 也是德國分會那邊做 所以以德國分會跟基金會的角度 他們會說Wikidata跟Wikibase 這兩個要同時的發展 但是 在ESAP或者說 在亞洲這邊的時候 好像就突然覺得 欸 Wikibase是什麼 那好像是 不是維基媒體運動的東西 而是另外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可能也會遇到類似的例子 你做MediaWiki 假設你要做 就是有個案子 是跟MediaWiki有關的 那他們可能 或者說是跟 那個 我們不是有專門翻譯的那種 那個 另外平台 跟那個有關的 然後可能會 不被認為是Wiki Wiki就是 整個維基媒體運動 可是這很 很吊詭的是 因為這些東西 其實在整個運動裡面 它是缺一不可的 或者說它其實是個戰略 就是說 策略性需要去補助的東西 那可是因為 可能過往ESEAP 或者 比較專注於編輯 傳統的結構 運動方式 所以 有點無法抓到吧 我們覺得 那時候有點 覺得彼此之間抓不到這樣 可是 可是我有點好奇 OSM對於維基來說 他們都沒有問這個問題嗎 我們的書面答辯非常完美 所以 這個 我們要遇到下心熱嚴重的情形 對 這 等一下 你們今天 而且我們要算暗裝 就是義大利維基分會 另外這邊是OSM 義大利分會 所以其實是很容易通通的 等一下 那你們的合作 就是跟維基的合作 是算在哪一個 我就是把一些景點的照片 在網上傳到上 所以我們會被數據 再付錢 等等 用Commerce就可以算喔 不是 因為我們也可以做Commerce 我們就做訪問 然後就 訪問然後就會有很多老藝術家出來 然後就有訪問 然後就會很厲害啊 我反正有台灣老藝術家 都請出來 然後每個都訪問 數據都做出來了 但是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大家還在互相摸索說 對方 要的東西是什麼 好 那最後 因為其實 時間也差不多 最後做一個簡單的收尾 然後 就是 呃 今年的9月 會開第二年的 聯盟補助的增見 那其實 最後也還是 非常歡迎大家 可以來嘗試來 來投見 那 最後兩位 能不能給 就是 未來有機會 想要申請的 朋友 一點點建議 那我自己 先給一個建議 就是 如果 有任何想法 可以先 丟到協會去 問問看 喔 這個是一個 蠻務實的建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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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可以先 討論看看說 想要做的東西 是不是可以符合這一個 聯盟補助的項目 因為其實 現在有 包含在CostCup 有很多人 都是做開放內容的 主題 那這個主題 其實都蠻符合 這一個 聯盟補助所要的東西 那兩位有沒有 最後一點點的建議 給未來想要申請的朋友 第一點就是不要在最後一天才發現 不然你就被他邏輯給那個 有說到一些文化衝擊 然後 我覺得他 其實不用怕語言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基金會有在 思考這件 就是 語言翻譯的字 其實他們會進很多 像小貴本身是會中文的 那 很多的 例如說一些問題回應 他其實 就算他不能直接翻 他也會用基金翻 基本上我覺得基金會 已經很常識的 就是 他已經知道 不是每個不同領域的人 都會 英文很好 所以他會 這法去注意 那我覺得這個 是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因為我們以前都說英文 欸 可可有跟你補充一下 那個 這個Dennis曾經 投劍用台語投進去 不假的 在最後還是要讓他看懂 對 就是他們還 可是後來 基金會還特別去委託別人 把他的台語翻成英文 但他真的 的確有用過台語投鑑 我就不知道 因為以前 看的案子都是英文 對 就是 然後報告好像也可以用中文 對 所以我覺得 相對來說都是個 蠻友善的 對 所以 大家可以試試看 講討論計畫的人 不是講英文 你就會覺得 他真的可以跟你認真溝通 但他英文不夠 中文不夠論 欸 那邊有問題 請說 剛剛請教了 有關 你們在寫申請案的時候 文字內容上面 然後細節的 會反靠 你們會 因為這個文件 可能要被發展 所以怎麼可能 會用這個字件 然後在台灣 跟公文文件 文件 有些公文 然後 進行問題 然後 是不是跟文件 既然 就是 那種 的 公文 用 排中 尖特難 都會 這樣放好 我覺得 技術上 應該會不會 特別喜歡 可以 沒有 我寫不出來 我寫不出公文 但我覺得 那時候是有避免用到藝術圈 因為藝術圈有在講幹話 就是講一些很酷炫的詞 然後我們 那時候寫的時候就沒有特別 就比較用途徑 就是說這個對我們來說有什麼好處 就是有資料庫 然後對於維基來說有什麼好處 就是可以學到這個技術 那時候其實講會用這種包製的研究 就換句話再提起了解你 好 那還有一個問題 請請 可以可以 就 你剛剛有說到 可以這樣 這樣子的話 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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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說是衝突不如這樣講 是 當我們做Band的時候 Data這件事情 我們就有 因為 Wiki Data 跟Wiki 我們要做Band 其實很多資料應該就是 聚齊就會共同的 但是 因為我們寫計畫 都 因為 一開始 寫計畫就是直接講重點 就是要做Bass 然後 弄色 然後它的成效 怎樣 結果 那時候 在那個審查會的時候 結果大家都在問說 Wiki Data 怎樣 你要多少張照片 然後多少個資料 之後 對我們來說 對我們來說 那個東西是 就會生出來 它生出來 我們 我們生出來 也不會自己找個 Excel表自己放的 然後就不公開 我們直接公開也沒查 可以理解嗎 就這樣我們拍照 然後就自動公開 可是 在審查會的時候 就變成說 那你這個聚會的照片 要不要公開啊 變成這種奇怪的問題 可以理解嗎 就是 我們進來 我們已經 對我們外座的單位來說 就是我們已經進來 在維基確認 那就照你們規則 反正照片沒有 需要特別重點 我們就開吧 你這樣沒有 需要特別重點 我們就開吧 沒問題 但是在這個 確認回去 再問 再確認一次 我覺得有點多慮 好 那 這個以上 就是我們今天 這個簡單的一個 呃 一個 心得的分享 那最後也是 再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呃 第二次的頭件 會在 今年的9月開始 那如果大家 有任何想法 也可以在 會後跟我們討論看看 那或者是可以 那個 呃 聯絡那個 台灣文明記媒體協會 那他們會 可以提供你們一些幫助